這個算是我的後陽台 那有用一個紗窗 然後還有另外我自己組的一個貓的網 用四片大片來組成 它現在目前喔 我平時都是 裡面的話有鎖的 有那個鎖的鎖 如果出來的話我會用這個 跟那個剛剛紗窗勾在一起 但現在有一個聰明的小貓 叫做菲菲 就右邊這隻喔 他已經知道要怎麼樣在這麼密的空間下 偷偷的跑出來 上次我看到他 用頭喔 擠在那個 很小的縫喔 然後臉都變形了 在那邊轉 非常可愛 今天看看能不能再捕捉到這個畫面 來 等弟弟來 等弟弟來開鎖 然後 右邊姊姊在叫 弟弟是開鎖專家 我們就要等一下 跑掉了喔 開始研究了 開始研究了 你看你看 在動了 在動了你看 在動了 你看他知道怎麼拉 他還拉著往左門 他還拉著往左門 你看 你看 在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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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拉著 啊 研究另外一邊 我聞到鳳屁味 應該是貓放屁 怎麼樣 人家研究什麼 小蚊子喔 分心了 她現在只想抓小文子,不想玩 不想開門 菲菲啊,你幫爸爸開門 來,幫爸爸開門 開門啊 都在那邊幹嘛 幫爸爸開門啊 開門啊,開門 不然我開一點小縫卡 會不會想要去擴大 這樣子 有興趣囉 她臉啊,要擠她們 姐姐發現,姐姐來了 可憐的臉擠在那個網子 努力擠過來 唉唷,她還真晃的咧 手伸進來了啦 你看她頭就跟我上看一樣 你看 靠邊邊的頭,靠邊邊的頭緊不緊 頭過身就過對不對 啊,緊出來了啦 我們實驗結束 好,我幫她開門去 啊,拜拜啦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